回到節目現場 帶你看看這家麵線店 十八年來 他們就只賣一種口味 手工麵線配上每天 從冬時新鮮直壽的肥美鮮科 裡面的大腸是用溫體豬 分三個階段來滷製的 更特別的是 店家在裡面加了自己炒的 辣菜脯微辣微辣增添風味 熱呼呼的手工麵線 搖上一匙 加上新鮮鵝鵝魚滷大腸 這一碗傳統小吃 鵝鵝大腸麵線 老闆一賣就是十八年 累積不少忠實顧客 就他剛開始開的時候 到現在為止差不多十幾年了 我所有吃的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滷大腸是真的特別好吃 我是專程從一涵過來的 口感比我想像的還好 我也吃過很多麵線 在這裡真的比較好吃 蒸完的料很實在 然後又飽足感 然後又很新鮮 老客人一吃成主庫 新客人長鮮立馬上癮 讚不絕口 十八年來只賣一樣產品 秘訣就在堅持 我媽從一個不是很專業的 到後來變得有點專業 她一件事情 每天重複重複的做 就秉持著堅持 然後比前一天做得更好 每天從冬始絕送的蚵仔 新鮮肥美 裹粉穿燙 粒粒飽滿壯碩 沒有腥味 蘆大腸先穿燙 再用滷汁分兩階段滷汁 費時又費工 湖泊色澤入味Q彈 玄油手工麵線 勾芡調味 稠蜜卻滑溜 口感細膩 平凡載不過的樹米小吃 經過老闆巧手 做出令人驚豔的美味 有些人是用冷凍 我們就是堅持要溫體豬的大腸 尤其我媽有時候對品質有點堅持 真的會吵架 她覺得蚵仔有時候送太小 然後要嘛就是 她覺得沒有到她的標準 她不是種那種很重口味的 所以一開始可能會不是很有印象 可是因為她吃起來很清爽 沒有負擔 然後吃久了其實就是 會很想念 其實是為了很想吃她的乳大腸 然後跟吃一點很新鮮的蚵仔來的 一整晚用料大方新鮮 乳大腸甚至好吃到 販售真空包裝 不過其實店裡還有一樣 美味的祕密武器 自製的辣菜泡與蒜頭辣椒 味道辣而不死百 加在麵線裡增加口感與風味 不會太鹹 越吃越刷水 不少客人就是為了這辣菜泡而來 就是麵線本身比較軟 然後再加一點他們的那個 自己做的菜泡 就吃起來比較有口感 所以現在菜泡以後就是比較微辣 然後就是在這麼熱的天 其實吃了就比較開胃 那個菜泡的香 我是加一點 那再加這個辣椒 是口感會更好 我媽有一些突發奇想 她原本是加在自己吃 結果客人看到 他可能把它當作他也拿過去加 加一加他就說以後都要用這個 菜泡其實也是這樣 自製的辣菜泡 杜達烏壯成的店裡招牌特色 傳統風味多了新吃法 就連點餐的方式 也在二代兼食下做出改變 員工可以很專注的在做他的食材 不容易出錯 因為以前是我還要找錢 然後我還要摸抹布 那我們盡量就是把它劃分開來 這個當初我跟我媽革命了 大概八年吧 那機器其實也不便宜啦 我也是直接 我耳化直接就買下去了 十幾萬就先花下去了 跟母親革命的八年 最後先斬後奏 這樣的創新也帶來不少年輕客群 看似簡單的路邊攤 國民小吃卻藏著獨特味道 就是來自什麼都要做到最好的堅持 傳承延續這份美味 據說歡迎您常哲打新北市報導